1718中4的大考 長題目的第二題 這是一個什麼的情境呢? 就是一個噴水背包 這個噴水背包是怎樣呢? 就是用一個強力的胸 推水跟著這條船推上去 推上去,很大力推水上去 水就會由這樣上去變成這樣下來 第一件事,為什麼你這樣推水上去 就會造成承托一個人呢? 這裏是涉及兩個矛盾定律的 第一個矛盾定律是什麼呢? 就是同學試想像這裏的水 它上去的時候 那個初速可能是正當 它後面有說的 那個速度是10的 就是說你衝上去的時候 那些水的速度是正10 跟著你下回來的時候 那些水的速度是負10 是改了方向的 同學你想一下 就是因為水是有一個動量的改變而產生力的 而產生力的 而產生這個力呢? 就是當能夠足夠承托一個人的重量的時候 那個人就可以浮起來了 那所以是怎樣產生力的? 是靠水的動量改變產生力 然後呢? 水的動量改變 那些水就接受了一個這樣的力 就由向上的速度變成向下的速度 水經驗的力就是向下 人經驗的力就是向上 好了 那我們回應這個問題 回應這個問題 怎樣用牛頓定律解釋 為何可以生產一個承托力 很多同學一見到這裏的時候 就會說牛頓運動第三定律 你是沒錯的 你是對的 因為你會說 就是機推水 機推水 機推水向下 然後就水推機向上 你是沒錯的 但是這個力的數值是怎樣產生的呢? 就是先先根據牛頓運動第二定律 先先根據牛頓運動的第二定律 我們知道力是等於動量的改變隨時間 行不行? 那當水 水是由向上變成向下的時候 當水有這個動量改變 momentum的change 就即是代表 水上有靜力了 而這個水上也有的靜力呢 就是泵 或者包 推 水 向下 然後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 當這個成立之後 這個就是推動力 反作用力呢 就是水推 包 向上 包即是背包 這兩件物件 包推 包推 水向下 然後水推 包 向上 於是 當這個反作用力 是等於重力的時候 人就會浮起了 所以你看一看 參考答案 就是第二定律的時候 就是第二定律的時候 期望你說到 動量的改變 是會產生力 這個是第一個 point 跟著就是 反作用力 就是推個人向上 那個三分就是這樣來的 好了 所以 跟著 這裡的第二個部分 很多同學 就 畫多了一些東西 例如 他畫了 畫一些作用力 那些作用力 是包 推 水 向下 就不是 人經驗到的力 人真正經驗到的力 是只有兩個 一定要全名 不可以寫 W 這個固好 我講過了一次一次 我都不可以再講下去了 你做不到就拿不到分 這個意思 很可惜 這個是重力 接著 這個力 我們接受幾個名字 你可以叫它做阿龍 反作用力 我們會給滿分 我們可以給滿分 就是那個 水推包向上那個 你也可以用另一個名字 就是這個 那個 譬如說 叫它做 trust trust的意思 就是那個聲力 因為這些都是 因為氣流造成的聲力 都可以的 但這個是最大的 最大的 反作力 好了 去到這裡之後 是只有兩個 其他的 大家想多了 作用力 那些不是作用在一個人身上的 那些 那些 剛才說的力 不是作用在一個人身上的 所以只有這個 好了 接著到C1 現在考慮水的動量變化 考慮水的動量變化 估計每秒要噴多少kg的水 能夠托在一個人身上 那就是說 你現在那個所需的反作用力 所需是1000 而這個1000 就是等於mv-u除天 剛才我說過 我們會將每秒有多少水 每秒有多少水 想成一個物理量 中速是-10 初速是-10 可以嗎 就隨意這個m per time 接著這裡要做一點點條件 就是作用在一個人身上 我們現在取向上為正 如果我們取向上為正的時候 向上的速度就是正 向下的速度就是負 那作用在一個人身上的力 應該是負 但作用在一個水身上的力 應該是 作用在一個人身上的力是正 好做到向上 作用在水上的力是負 那因為現在呢 我是用水的質量去計算這條數 所以其實我是在計算 作用在水上的力 所以呢 這裡是負的 這條公式 其實是借助水經驗到的力 水的動量變化去計算 所以水經驗的力是向下 所以就負1000 所以就負1000 等於負20m除T 那個m除T 就是50kg 意思就是每秒50kg 就可以了 再跟著 這個也很難了 同學覺得很難了 就是水被崩離的7.5米 我怎樣去提供這個承托力呢 就是幫助不斷運作 令到這個呢 是一個不能停下的過程 有 有 這個技術問題 是有這個願意的 有的 是可以做到的 不過如果這麼高 那未必更高 那麼呢 這個呢 那你即使你心機做工程師 去解決這些技術問題 是做到的 那麼呢 因為這個 這個 C part 就是你要升它 你要將水 崩上去7.5米高 另外要給個速度的水 那即是說呢 你的功率需求是什麼呢 你就是令到那些水呢 是增加地勢勵 和增加動能 就隨時間 那麼前半截就是MGH 加二分之一 MV2000 隨時 隨時間 這個就是你要計的東西 對不起 這個功率 就等於能量隨時間 功率是等於能量隨時間 功率是等於能量隨時間 將這個抽出來 這個M抽出來 於是 於是這裏就會變成了 9.81 去成高度7.5 再加二分之一 十幾二次 而這個M隨T 就是50 於是這裏計算出來的答案 就是約莫三位有效的話 就是六一七八點七五個W 三位有效就是六一八零個W 這個就是我的功率